2017年11月14号 百歌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新州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 何时大选不用再猜了 大选何时到来呢 新州日报专栏风起波生作者林瑞源认为 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热衷于猜测大选日期了 因为首相那集的选择不多 就只剩下明年的3月至5月 作者指出 现在已进入雨季 因此今年不会大选 一月学校开学 家长们都很忙 所以历届大选从来没试过落在一月 至于2月16号是年初一 3月2号是元宵节 除非国阵想要重蹈2008年大选的负责 否则就应该在元宵节过后才解散国会 至于为何不会等到明年6月24号任期届满呢 作者指出 这是因为栽戒月或落在5月16号 再加上安华预料在6月9号出狱 因此对国阵来说 新年过后举行大选还有一些优势 当然 国阵也要面对一些麻烦 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搞好民生经济 接下来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 林氏父子续牢控火箭 社团注册绝不承认行动党于2012年及2013年的中委选举 因此该党12号再度进行重选 对此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第一时间作者刘汉良指出 行动党重选2.0的结果显示 这个我国最大反对党在建党51年至今 不幸仍难剔除 行动党就是林吉祥 林吉祥就是行动党 或者是所谓林氏王朝的烙印 也冲淡不了浓厚的滑稽政党色彩 身为行动党实权领袖的林吉祥 在初选中得票最高 而他的儿子林冠英则在复选时 毫无悬念地连任该党秘书长 这使得他得以持续掌舵行动党至2020年 延续他与老父共治行动党 父子俩依然牢控行动党的领导权 但行动党是否也雨过天晴 依然将戏于社团注册局 是否承认尘埃落定的重选2.0结果